王山是一座神奇的山 一座玄妙的山 大自然遗留给人类的瑰宝 一幅绚丽多姿的 红迷红博大的立体画家 王山雄志在中国安徽省南部 与改木大三角区埃及金字塔 同处在神秘的北北三十度线上 是世界著名的游览圣地 被能誉为天下第一弃山 传说轩原皇帝在此地 才要练丹成龙上天 这座山便取名为王山 王山是天之雕子 是山水之魂 它与黄河长江长城齐名 是中华民族的又一象征 千百年来 这里周车闭塞交情不变 藏在深归人类时 在方圆一百五十四红方公里的境内 齐风飞成了海洋 风河流海 气质汉流 波澜转换 莲花风 天都风 光临顶 三大珠风 在风海中拔地而起 替地摩天 齐客的风云地貌 风高地抖 风荣摧吹吾 石林耸溜 石柱遍地 远看大风巡伪 静观小风顺利 形成了俄协统一的连续不断的 其一景观 黄山之旗 信在中风 中风之旗 信在松石 松石之旗 信在中古 在七十二座山峰上 齐松破石而出 自探万千 黄山 黄山 无风不时 无石不松 到处都有齐松的歉意 与齐松同享美意的是黄山的巧食 他们在内阁的山峰上 竟想争齐各战一派 风运动人 有的像写实的宋像 有的像抽象的音乐 有的像神话 有的像